各位同仁,本期提到有关于我们农会法第十九条,就是有关于全国农会理事这个集处,以民国六十三年都注定的,因时空环境背景的不同,所以当时是十一月三十三至四十五期才能够包括全国各省之代表性。 那么我们现在台湾社会环境与整体农会的状况,这个差异就非常大,其处我们全国农会将于102年来成立,未来全国农会所属的农会包括五个十峡市农会,台湾省县市农会金门,农会及连江县农会其规模仅比原来台湾省农会的多一个下级的, 这个农会,那么我们现在省农会这个礼室的设置只有21名,那么我们如果说把它增加到三十四到四十五席呢,那可能会浪费我们议会所要的一些租源的费用。 所以将全国农会这个礼室的名领做微幅的调整,就是差不多在21期至27期之间,这样我看就可以来做一个非常顺畅的艺术运作。 那么如果这个能够通过的话呢,也能够针对呢,我们现在整个依照目前,我们台湾省农会以及全国农会呢,这个就是微幅的一个调整,这样运作出来呢,整个全国农会呢,我看是比较顺畅的,谢谢。 好,谢谢小伙议员,接下来请料玩如料。